如果你有在使用PowerPoint,相信对转化的功能应该不会很陌生,虽然它可以简单的上手,但转化隐藏的功能却很少人知道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史诗级的转化,相信网路上很少人分享这个功能。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这个功能对你有所帮助,那么希望能够帮我按个赞,订阅我的频道,并且开启小铃铛,下一个影片分享会自动通知哦。 而转化的基本功为文字转化。 如果细分的话可以分为文字转文字,文字转图形,图形转图形,图形转文字,以及高阶的照片转化。 除了照片的转化需运用到小小的技巧外,文字跟图形的转化其实很简单。 只要抓住技巧的原则,文字及图形的转化应该30分钟就可以熟悉了。 照片的转化需搭配PS及一个网站,因为程序比较繁杂,所以这部影片主要介绍转化的基本功,以及转化的实际操作示范。 所以我将它分为上下两部影片分享。 如果你想学习转化的完整教学,不妨耐心地看完这部影片,相信下一步的照片转化技巧就能驾轻就熟了。 转化可以运用的范围很广,除了大小及图形的变化外,照片的瞬间转化更能抓住浏览者的目光,达到影片吸睛的效果。 尤其静态照片变化成动态的影片,相信可以为你创作的影片加分不少。 画面示范的影片技巧,下一部影片分享我们会有详细的解说。 现在我们以实际的操作示范,介绍转化的基本技巧及观念。 转化其实最重要的观念是物件的转移。 软体会自动补足动画过程中的不足,形成补间的动画。 例如两张相同文字的物件投影片,只要在第二张的文字改变它的大小、颜色、位置,然后选择转化的功能,即可形成简单的文字转化了。 接下来的转化观念其实都一样,将要转化的物件分割成分离的SVG格式,即可产生转化的效果。 无论是文字转文字、文字转图形、图形转图形、图形转文字,将物件先分离。 软体会自动补足动画的不足。 以上所说的程序做法都一样,请先选取要转化的物件。 再按住Shift键选取另一个物件,然后到上方的工具列按下格式的选项。 这时候你会发现合并图案的字样,请下拉按下分割的功能。 其实这个功能就是将物件分离为SVG的格式,只要形成SVG的格式,就可以制作精彩的转化功能了。 如果分割的动作完成后,请你将没用到的物件先删除。 这时候留下的是我们要制作转化的物件。 因为要转化的物件已经形成分离的SVG格式,我们将多出来的物件顺便清除干净。 然后按下预览的按键。 我们可以发现,原来转化的功能其实是非常的简单。 不过请记住先选取要制作转化的物件,再选取其他任何的物件。 然后再使用分割的功能将两个物件分离。 这个转化技巧的原则可以应用到文字及图形。 说到这里你一定在想,照片的做法是不是同样使用分割的功能即可实现转化? 答案当然不是这么的简单。 那么照片的转化应该使用什么方法呢? 我想如果将这个技巧放在这部影片分享。 时间可能过长而且说不定你会听到睡着。 因为技巧部分需花比较多的时间说明及示范。 既然想分享详细的技巧。 所以我将它规划在下一部的影片。 所以转化的技巧分享共分为两部影片。 如果你对转化技巧有兴趣的话, 希望照片转化的功能对你日后制作影片会有所帮助。 刚刚提到照片使用分割的功能应该可以转化, 但是实际上是不可行的。 我这里做个实际的操作示范让你了解。 同样的我们先制作文字的分割, 然后第二张投影片制作照片的分割。 现在预览一下转化的效果。 我们发现对于照片完全没有转化的作用。 不过请你放心, 这个技巧会在下一部影片分享。 不过请你准备PS软体。 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使用线上免费的Photopee功能跟PS类似。 网站连结我将它放在描述栏。 有需要的请自行前往。 最后这三张照片投影片是已经制作转化处理。 让你先预览照片转化可以制作的效果。 接下来我们的频道会推出一系列的免费课程分享, 以及国外联盟行销的教学。 如果有兴趣的话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。 同时感谢你的观赏。 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分享见咯。